- 又回到我们的美洲蓝谈 有全体网成线了 Jordan 连续两 对不起 就是我们在三季以内有访问过 两位本地的这个球员 好像 尤其是上集 凯莉的号召率果然是有 所以很多人分享 然后他自己也好像 我觉得有点乐在其中 因为我们的首播的时候 他就有在下面留言 对就是对他自己来说 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其实我觉得对球员来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 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些很新鲜的体验 好像以前没有一个媒体 或者是 一些自媒体也访问过他们 没有把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 就对篮球 或是对本地篮球圈的一些看法 对讲出来 其实还有我也是鼓励我们的球员 其实也应该说 要多去多接触一点不同的东西 然后除了篮球之外 对对然后还有 你自己的那种发言 那种表现就是谈吐 就是也可以学习的 因为我发现像我们每次出去访问 采访的时候 我们问到一些球员的时候 他们就是很难给你一个答案的 就是你问他什么东西 他都只有你问一句他就打一句 就是不会讲很多东西的 不会像凯莉这种就是这么活泼一点 就是可以讲很多东西的 当然就是我们球员这方面还是有很 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毕竟国内我们这边本国媒体的 就这种性质的访问性质的就毕竟不多 对我们像台湾的HBL 还有做球队的那些 那些问答quiz就是快问快答那种 那我们这边就比较少一点 不过希望以后 这个节目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 国内篮球的 这些就是国首国家队 我们希望说也可以慢慢 邀约他们上来 那至于下一位是哪一个 你们可能可以在今天的留言栏里面留言一下 对对对 凯莉是有跟我们投诉说 把她的脸拍到那么白 我们就我看我跟我老板讲一下 看能不能拨一点经费出来 把灯光弄好一点 不然嘉宾这样投诉以后没有人敢上来 我有留我有在她的post留言 我讲一百则三丑 是我女生都是喜欢白的 对啊我问奇怪 为什么她讲把她拍到这样白 然后她还不开心 好 这一周又要回来跟大家聊一聊 久久为的这个pluslink 因为已经进入到季后赛 然后上个礼拜 这个pluslink的这个开创原年的第一场季后赛 又让人有一点小失望 因为那个比分差距太大 对 可能就好像那个领航员 就两个外援走了之后 对好像还不适应的那种样子 就是一下子就被打怕了 但是他们第二战就恢复过来 对第二战的确是 尤其是在最后第四季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看了 超级逆转 有整个四季打起来 对对对 而且这一场比赛我觉得 呃真的是有包包着那一种 win or go home的心态在打 因为他们一度是有落后到19分之多 19分 对 还有六分多中啊 对啊 差不多七分中六分多中的时候 19分啊 呃所以这样其实也凸显到两个问题嘛 第一个就是 梦想家本赛季其实即便是在常规赛 他们也是有在 最后五分钟的进攻 如果 塔克老师是被守时的话 那他们其他人就 很难会有站出来 因为毕竟是单外援嘛 那 另一个呃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是 呃 我我自己寄出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讨论过领航员说 领航员其实本土并不差 嗯本土球员 那这第二场这个成冠拳就 他们叫碰碰碰碰碰一开始就打的 上半场就打的不错嘛 对手感好这样 然后 在外线的那个那个 他投了几颗外线都是非常果断的出手那种 呃 就是他表现出一开始就表现出那种 呃积极性侵略性 嗯就就像呃那个梦想家的主教练 呃 Carl Julius 他赛后也是说 就是呃领航员 从一开始跳球一开始 嗯 他们就已经展现出那个 呃 必胜的那种气势 嗯 win or go home 对就是就是打出那种气势 所以 他自己也说呃领航员 取胜一点都不意外 嗯 只是说他们自己抓到路不会脱脚了 对 可是这一场球应该他会发火吧 肯定领先 我觉得 领先那么多 然后 哪一个教练肯定都会发火 就是你这样输掉那个比赛 你怎么看因为这场球是少了杰伦哦 杰伦杰第一场是是杰伦杰搭配这个 Hicks 对 然后杰伦杰在攻防那边其实搅出一个 呃 呃 就 我们一贯都知道杰伦杰的防守啊 那覆盖面积很大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令人意外是李德威第一 第一场比赛他送是送出了六个火锅 火锅 啊 这算是应该本赛季他呃 拿到对过最多火锅的几场比赛之一啊 可能是最高的一场啊 我没有去去追究 不过呃 是不是杰伦杰对梦想家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 那场比赛之后就是第二战之后又带出了 另外一个讨论点就是大家都在说 就说说了对了吧 就是塔克老师上场的话 嗯 就是梦想家就就就我们之前有 我们讨论过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就是就是现在是考验的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7点就是第三战 就是呃星期三嘛那天 就就考验就是现在呃 Julius教练他现在到底要怎样去 选择他的那个洋将的组合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塔克 他可以攻嗯他的进攻没问题 因为他是联盟得分王也是助攻王 他可以自主自己创造机会三分 射到你抱也准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无解 嗯但是他的防守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 所以我们我们说像呃 干我们看整场比赛就是说他在场上的时候 他防无论领航员拿来对到就是他的对位是谁 他们都会说利用这个塔克这个点去去正对性去打打一下就是 像塔克守的球员基本上都拿得到分数 因为他的防守个人的防守能力就是差一点 你相比杰伦 是极极度积极性的问题吗 对还是说他可能对自己的体能有所保留 所以他们在我不认为他因为始终他是在呃 他是美国人吗 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防的话 我们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种对比就是说 不惜体力的去补防啊呃 然后是有时候他的他的防守是有一点赌博性的 去去去去抄球啊那种 所以他的抄截也很多嘛 嗯但是有他在场上的时候 他的覆盖面就是因为他和黑 基本上都可以守多个位置嗯 这样的话对对那个梦想家的那个防守 嗯呃是有很大的注意的我们说 嗯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今天晚上我我我我我估计可能 应该会是用回那个杰伦和Hicks的组合啦 因为我们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用塔克跟杰伦 塔克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用塔克跟杰伦的话 可能你的身高就吃亏了一点嘛 只是说现在因为呃有可能性吗 因为领航员已经没有那那两个洋将了 嗯所以呃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关键就是看你呃 Julius教练要怎样去选择了 但是如果你说要因为你你用的好的话 就是用用的那个怎么说那个效率好的 就是Hicks配杰伦 嗯你第一站就已经证实呃这个组合是好的 嗯那你就其实用回试试看用回 再用回这个组合看怎么样 当然如果你要试另外一个组合也可以 但是也呃可能会取得反效果咯嗯对不对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到了季后赛 如果你是那个防守的强度 因为针对性嘛 防守的强度都是会增加了嗯 那如像第一站的那个组合 明显防守上面是对对 是肯定效果会比塔克在场上好的 打到领航员那个措手不及啦 因为一开场嗯的确是吧 不过我我现在有你你的判断 是不是有没有因为这一场比赛 不过如果我们以人员来看啊 就是呃外援也好 然后整体的全队的实力 其实领航员少了那两个外援真的是 对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只是说他们他们 而且赛季出他们对Devon Reed的那个 那个依靠啊 他们是依据他去做一个 其实他们一开始上半季的时候啊 就是他们对 excuse 对那几个洋将 嗯甚至包括Quincy Davis 嗯的依赖性其实都很强的 对 他们他们的洋将部分 就是那几个美国人嗯的得分 就是进攻的贡献方面 几乎是超过 绝对是超过是球队的一半 嗯甚至是可能60多 70多percent的那种依赖性 是十分依赖那个那几个外援 所以到现在你说他们 忽然间没有那两个 你要依赖 呃可能只能依赖的就是那个Chadman 嗯 Chadman上一场第二战也打得不错了 对打得不错啊 所以说关键性你本土球员就要跳出来了 嗯 因为没办法你一定要跳出来了 施敬堯这个我们就不再点名了 嗯像呃 另外一个即时苏醒的射手那个张跟玉 张跟玉对即时苏醒又投了几个那种 呃很很 就是他那他的四分他的四分打 对展开的就是那个超级反覆了 对对对 那一个highlight里面就是也非常重要 另外 呃我刚哎不就是问回我刚要问的问题啊 就是这场比赛就是赢的关键的第二战 第二战 这个系列的第二场比赛 对呃有没有可能会是领航员的一个转折点 嗯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 你整个气势打起来的时候 呃你真是有很有可能就是被对方的气势就 让到你一卸钱你那种 我我觉得我觉得如果在排面上的话啦 你毕竟还是梦想家的实力比较强的嗯 而且他接下来两场都是租场嘛 像呃杨静敏 呃阿美竹战士他就是说 没输了输了第二战没话说的 嗯就是接下来回租场 讨回来就是结束结束这个系列赛 嗯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目标都很清晰 就是要回到租场而连胜结束 嗯 其实他们绝对有能力做得到 嗯因为以他们的排面实力来说 绝对肯定是比那个领航员是来的强的 嗯只是关键是他们的临场发挥 嗯还有说那个洋将组合 他们是要怎样去搭配 嗯 所以你个人认为呃 梦想家还是会被看高一线啊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被看高一线 嗯 好哎这样这样这一轮的系列赛会不会打到 第五场 会不会回到桃圆 如果你说要票房的话有可能回到桃圆 哇你这样讲的话好像联盟 会做点事情也没有 很难很难说嘛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真的比赛的东西 你我们看NBA也是一样对 多一场就多一场票吧 我们我们往往会以为觉得是很少的 或者说是很轻松的 偏偏他就是 呃有一点意外的给你看 对哦像去年去年那个热火队那个公路啊 呃就这样真的是 然后又拖几场就是好看一点 啊 好呃不过不过我还是希望说可以 呃打到第五第五站啊 因为的确是那一场第二第一站我没有看 第一站我是看回放 第一站我是看了第一节我就 对就应该大部分的人也不会想要浪费时间 去看完整场除了去现场的之外 对第二场就我觉得 呃我是看下半场的 我是蛮意外还落后那么多 嗯啊不过后来那个气势打出来让我很期待 嗯啊接下来的今天晚上了 对第三第四站今天晚上就是要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看 哎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 然后还有第五第四站是在星期五对星期五 那呃希望说呃这两天的这两场比赛就是 两队都可以打得出呃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如果就是剩一场的话就有第五站 第五站的话应该就是坐落在礼拜天 嗯看那个赛程应该是啊呃希望可以拖到礼拜天了 哈哈可以看多一场球嘛 对好呃pluslink我们大概就讨论到这样啊 那Jordan是有我是希望两队可以再打多几场比赛啊 因为毕竟现在要看比赛的时间也不多啊 对啊 NBA也快接近尾声了啊 所以有空的球迷你们就呃 鎖定你们的时间安排一下啦就是看现场的呃 pluslink算是我们呃华人篮球圈里面啊 不讲CBA啊以外就近年 让大家感到感到非常亢奋的一个联赛 因为CBA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 他们的那个转播没什么对我们都没办法接触嘛 他们呃要看还是有的 要看还是有对不过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对那昨天我我也是有朋友也是有分享啊 昨天是吗也是有分享CBA总决赛嘛 就是辽宁队广东的比赛 呃就提不起进去看啦 就是CBA我不懂为什么就是没什么兴趣看CBA的比赛 看哎你留中的吗 你不是应该会 我是留中啊 但是我我去过东呃上海鲨鱼的主场去看 就是那时候姚明刚刚出道的时候的 去过那边看球 但是我我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情感是吧 对对没有那个情感 就而且我看起来就是 CBA的联赛好像都是在砍分的 好像没有什么防守的 你看那些外援 怎么是没有 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叫 什么一个砍到六七十分的那种 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什么啊 杜比啊啊 杜比之前在国王队打过了 然后也是去了上海砍73分 对就是就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守的 那种比分都是一百二十几 一百四十几 什么中国的 我觉得球员他们对外援很客气 可是对自己人就很狠 基本上打架都是自己人在打了 那外援就离开了 你们慢慢打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包括大学也是 大学 以前我在台湾就常看CBA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 盗版的软体叫PPTV 还没被收购之前的PPTV 那是免费转播 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是有那个 打过马刺的叫巴特 新疆 那时候在新疆的时候 对那时候我我我比较关注的是 新疆的比赛 好 嗯 接下来要聊一聊 这个赛季 呃分别在东西部都非常呃表现 表现非常耀眼的西日豪门 都是surprise 呃太阳并不让人surprise 因为太阳其实他们上个赛季 泡泡的时候 拉出一波八连胜 对 但是但是你说 可是占据东部第二 西部第二真的是surprise 一个surprise 而且他们还差 只差那个爵士 因为爵士祭出了一开始的时候 很猛嘛 对 但是现在太阳已经追到 只剩一场声差而已 嗯嗯 而且是呃 4月初的时候一度有 他们的那个声率是有超过7成 嗯 是非常非常 我我没有想过一个 Chris Paul可以改变那么大 Chris Paul 其实他的track record 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他加盟的 就是从上一上一个在赛季很烂的球队 当他加盟之后 就是会立刻起死回生的那种感觉 那种那种效果 可是因为之前他加入火箭的时候 因为有金沙德嘛 嗯 所以可能他的作用没有被最大化 嗯 不过三个season雷霆哦 嗯 哦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要一星是为了摆烂球状点的 没没想到就是杀进去 打到进西部第五 嗯 是吧 总结赛 哎这个季后赛第一轮还要打气场 对 我觉得这个Sam Prestig 可能没有想过了 嗯 他应该是每一天对我打电话 跟Chris Paul讲哎 不要再这样 哈哈 我们要拿庄严 哈哈哈 你不要再这样搞了 所以这个赛季赶快把它交易掉 哈哈哈 太阳不需要庄严 因为太阳本来就有一个状元了 对 嗯 而且 呃 我之前在节目有提到啦 那个Devin Booker是很沉稳的 嗯 就上个期间你可以看到他那种 嗜血的那个本性 而且是那种不 已经是 不为了得分而得分那种强求式的得分 也变得很合理 嗯 而且 呃 开始慢慢有Colby的影子 啊 就是然后再加上这个Chris Paul 呃这个赛季其实分担他在组织上的一些 啊 因为之前 之前就是上个赛季他很多时间他需要 做那个组织者 就是那个进攻的启动发动者 对 然后他又要得分 嗯 就是有时候会限制了 因为你要他做太多东西可能有限制他的 那个效率 对 那现在你有了有了一个顶级的空球后卫 嗯 而且应该是超顶级的那种就是Point God 嗯 我们讲Point God 他有有他操盘有他在组织 嗯 那你如果你就不需要 太操心在那个组织的那方面 你就是 专心去得分做好攻攻守啦 就是也不是只是得分而已嗯 进攻方 防守方面还是要做 只是说 整整体来说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J Crowder 嗯 我觉得这个J Crowder的加入也是很很关键 因为他是在防守方面 就是在Wing Defender那边 其实他的作用也是呃很大 而且他有三分射程嘛 嗯 他可以stretch the flow 嗯 他看起来这个 这个三人组合Booker 呃 Chris Paul 还有这个Aiden啊 嗯 他们三人的这个贡献值啊 嗯 都是超过19以上 嗯 嗯 Booker的是最低啦 19 19.25 那 Chris Paul 跟这个Aiden 两个都超过20 我觉得现在有在注意篮球的朋友哦 有时候你们我们要 因为像MBA这种数据体现 非常巨细迷移的一个联盟 我们大家其实有时候呃 不要讲说我们评论篮球只是看数数据 没有呃 就是没有真正去看比赛 不过其实呃 你要相信科学嗯 呃 我们才能撞到我们本地的体育 嗯 所以像 其实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网友啊 球友啊 甚至他们还是非常专精在分析数字 像你很多朋友 对 就是分析数据其实是很很 他们很厉害 很厉害的 对 就比一些 比像我们这些假专业的还要 是真的非常专业 他们他们真的对有有些球迷 其实他们真的非常呃 会喜欢在专业数据分析这一块 看球的时候 对 他们有时候会看一些贡献值啊 或者是 像比如说AT啊 Axis and turnover这些啊 那么大致上其实是可以 就了解到一个球员的打法啊 啊 这个其实是对大家以后去阅读 篮球比赛是有帮助的一点啊 嗯 那今年就是因为这个太阳队哦 可以说是数据啊 不管是球员也好球队也好 嗯 数据的一个大跃升 嗯 嗯 然后看起来现在的这个太阳 以前是五斗苍蝇 就前几个赛季 就攻啊 就反正给你对攻就好 前几个赛季的太阳就好像 这个赛季的 呃 华盛顿奇才队 嗯 每一场给你来打一个 百多 147分 那最后还是会输掉比赛的那种 啊 那现在的太阳是 呃 存在除了进攻之外 进攻的梳理 还有怎样跟对对手去打这个阵地 怎样去阅读比赛 你会看到这一只太阳真的是很合理 因为你多了一个真的是一个Lead 在那边 嗯 就是你有一个空球后卫在梳理那个整个整个掌控 整个场场面 嗯 你看我们可以看数据就是你看 太阳的那个进攻效率哦 他现在是排第7嗯 但是其实他防守效率更好 对 他防守效率现在是排第5嗯 整个联盟里面啊 只有爵士和公路嗯 嗯 是在攻守两端的这个效率是排名前10的 嗯 他们是第3只嗯 所以你说 你说他们其实他们这个赛季 从进攻和防守的效率来看 嗯 他们已经是顶级的球队嗯 已经达到那个顶级前三了 已经是顶级的球队 才攻守两段来的表现来看 另外另外我 我觉得应该要点名一下太阳的这个主教练 嗯 Monti Williams Monti Williams就是之前呃 Chris Paul刚刚进里南棚的时候 呃 New Orleans 嗯 黄丰的时候他也是他那时候当教练 嗯 他其实对使用空位是很有心得啦 尤其是Chris Paul 嗯 Chris Paul也是第一年也是在他带领之下 那最佳新秀嘛 那 这一个Monti Williams其实我也是我 我很喜欢的一个教练 就是他也是他的篮球哲学 也是主张攻守军衡的那种 也是马刺系的嘛 嗯 他呃 这一个教练如果 看球的球龄有超过十几年以上的 的网友或者是球友啦 你们都应该知道 他以前是 爸爸僵僵僵的 嗯 他现在最近嘛 又 老婆又去世 嗯 对啊 经历伤心之痛啊 所以看到他整个人也是 很沉稳 整只球队带出来的那个 屋子也白了很多 屋子也白了很多 对 然后真的是老的很快 这些这些黑人救援的 基因的问题 不过 现在太阳是整个氛围看起来啊 不急不虚的那种气氛 然后很合理的 然后你讲要打架出来大哥 所以 所以我 呃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嗯 太阳现在他们的那个速度就是那个PACE 嗯 就是打比赛的PACE 嗯 才90多而已嗯 他们是其实算是 算是很在在现在追求快攻的 的这个年代里面 他们算是 真的是那种呃 打半场阵地 跟你打半场阵地战的那那种球队 嗯 他就是快攻 他不是说不要快攻 嗯 就像刚才你说的 就是你要攻守平衡拿虐的得当 就是你应该快的时候你就快 嗯 快不到的时候你就慢下来 那你就打阵地战 反正你有这些球员 你有一个可以掌控 可以给你制造机会的呃空球后卫 嗯 你有一个可以打PACE 的中锋 然后你有一些低脚射手嗯 在埋伏 你还有一个 BOOKER这样的顶级可以终结者嗯 就你打半场打不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靠呃CP3自己的单打去终结 你也可以靠BOOKER一个人自己去单打终结 所以他们就是就是有 进攻上有就是有有很多的那种选择了嗯 嗯他们就不会硬硬刷 像之前你说就是以前 呃那个 盲头乌烟这样就是对 一直 那时候Alvin Alvin Gentry的时候 就是根本就是来乱的嘛 你一场后百多两百分也是没有用啊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攻守均衡 就是减速的这种打法啦 其实是Monte Williams他过去 在带个几支球队里面他都是有这种 就其实还是要减低失误啊嗯 这个赛季呃太阳的失误是长均12.4次 嗯 是进这十几年以来最低的 因为连在 呃Lentonin的时代都没有那么低过 就是进这个几个赛季在这个Monte Williams的 执掌下啦 这太阳整个就是就我刚提到了就合理这个 打的合理然后减少失误 其实他去年我看过一篇文章 他就是呃 他提倡的就是呃0.5秒进攻 他所谓的 之前人家说太阳是7秒进攻嘛 他说他提倡的是0.5秒进攻 但是0.5秒不是叫你0.5秒出生 他是说你0.5秒 就是在那一刹那 你球员你就应该要做决定 decision making 他我觉得这样对这些年轻球 因为他队里面有很多 很多满满多年轻球员 像Cam Johnson 对这些年轻球员来说 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 个人能力的会慢慢提升的 会进步 因为你教练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做正确的决定 你在一刹那你还没有借球之前 你就要做决定 就是你然后你借到球之后 你只有0.5秒去做决定 你要投要切要传 其实他就是讲 其实打篮球很简单不了 你就是传 要么传要么投要么切 就是这三种 但是你不能在你拿到球之后 才来做决定 当你拿到球之后在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已经在现代篮球的时候 可能已经慢了 对 所以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文章 我也在我开始里面讲过就是 现在你说那种拿到球还要triple dread的那种 基本上很少在国外他们都不知道 已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 就是说你要 他们训练的就是说你 你出来接到球之后 还没接受决定 对 所以可能是这样 就是球员在训练的时候 一直是在演练这种 他们的decision making 我接到球的一刹那我就要怎样做 再加上他们把那个速度慢下来了 而不是一位的追求快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你做对的决定 然后你把速度也不要 不要忙乱 就是不要乱乱快的 就减低了他们的那个失误率 另外值得提名的两位替补球员 就是有一个叫 Cameron Payne 以前是打过这个雷霆的 嗯 跟Louis Brox很麻吉啊 那这位也是速度型的球员嘛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自己 非常喜欢那个Torrey Great 之前打尽快的 之前打尽快 对本来是在公路然后在交易过来的 这个会是他们的X Factor 打进季后赛的时候 因为他的防守 对他上个赛季在季后赛的时候 在打尽快对那个爵士那个 快艇还是爵士那个系列 他两个系列都打得很不错 对 这个球员是之前是打过MBL 就是澳洲联赛 打过MVP的 那进攻方面也不太需要他处理的 对 不过防守的时候就真的是要靠他 跟J Crowder 这两个应该就是防守 是一种亨他大将的人 对 我们很少会看到 过去的太阳 其实基本上都是会找那种投射型 或者是切入型的这种球员 反正在像这种单一空人的 强调防守 着重体系的这些球员 这个赛季我们看到 有理由相信 太阳是可以走到更远的 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像因为现在在西部 湖人因为湖人他们两个大将受伤 受伤 你打农眉付出了 但是你LPJ还是还没有付出 而且你看快艇他们也是一直在轮修的 就没有不是场场都全力去打 所以我觉得到你到了季后赛之后 可能这些当这些两大就是落成双雄 他们都是以Full Team去打的话 你太阳也 基本上要赢的机会也比较少一点 加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你看太阳的阵容里面 真正有季后赛 我讲很多就是那种经验 季后赛经验丰富的了 就只有Crowder和CP3 其他的都是很嫩的 所以你说你去到季后赛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 经验真的是一个很无形 但是又很重要的东西 你很难去衡量他到底有多重要 但是真正在场上的时候 你有经验的球员跟你没有经验的球员 有时候你就看得出来 不过现在据传 所以这个赛季你的看法是对上落成双雄 或者是甚至爵士 他们会因为经验不足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季后赛经验 缺乏季后赛经验 是一个很大的硬伤 就是到最后到关键时刻 可能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据传现在Chris Paul 有打算跳出他最后一年的合同 因为最后一年4300多万 那倾向于跟这个凤凰城太阳 在续签一个三年 就是可能就是中廊了 有顾虑到其实他这个做法是为了 帮助球队再引进多一个超级巨星 巨星不要超级巨星 那或者是修修补补一下阵容 所以有没有可能你认为今年 他们杀进季后赛如果可以打到第二轮的话 对于他们的整个全队的磨练 当中会起一个关键的一支历程 那真正其实太阳的崛起可能要等到下个赛期 因为现在也是一个过程 我们说现在你去年八连胜的那一次 其实没有人想到他们可以打八连胜 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然后你现在在加入Crowder还有CP3这种 你就是很明显就是要去冲了 但你冲你毕竟还是 你需要一个过程去磨练 我们说去催炼 你才可以得到这种季后赛的经验 可能这个赛季累积这个赛季的经验 可能下个赛季真的会更大的成长说不定 好西部太阳备受大家关注了 不过这一个赛季在东部 也是有另外一支让人家很吃惊的球队 很多球迷纽约球迷应该是土气一样 可以站出来讲我是尼克球迷了 马来西亚有尼克的球迷吗 我不知道但是世界上有真的很不少尼克球迷 因为他们以前都被耻笑 全世界有很多啊大概应该是在 Alan Houston啊 Aerys Bewell啊 Patrick Ewing那种嘛 那个年代吧 Antoni的时候有啦 或者是那个林疯狂 林书豪的时候 不过这个赛季真的是很不起眼 你看啊 全队 呃我们不要讲什么 太阳至少有一个CP3跟Booker是All-Star All-Star级嘛对不对 这一个纽约 除了Derek Rose之外啦 看起来是要多平民有多平民 但是这个赛季就打出Julius Randall 呃现在是他这几场比赛在 这个赛季他 赌场是喊拿MVP的 他这个赛季真的是打出MVP的圣手啊 而且也入选了全明星 所以他已经是All-Star了 对可是可是一个打到赛季中的时候 有据传说可能要把他交易掉 对你知道啦 因为那个纽约尼克的老板 嗯 是有一点深精致的吧 那我在想说你这个 这几个赛季其实市场 转会市场的大鱼都没有人要 都想要来尼克 这种大城市竟然都没有人要来 那你就想到球队的竞争力是有多差 不过这一切好像是请来 呃 迪博都之外 好像开始球队步入真轨 对 啊 因为他就是一个 呃以铁血 嗯 风格 自军 呃 组称的嘛 嗯 因为他的球队 你看他过去带了一些 在低谷的球队 都被他带回上来 嗯 这个是他的长处 嗯 因为他是一个从防守开始做起的 包括小迪最近最靠近的 第一个冠军 对因为因为 足球 我有时候我们看足球啊 篮球其实你要重建 就是你要从低做起 从开始从推倒重建开始 你 应该是都都是大概 我们可以看到足球篮球 都是从防守开始 桑金东谷都是从 好像最近敲戏的那个图克 一进来就是马上先整顿防守 你看他现在防守 都是像刚刚当初 呃呃 六普 嗯 他们可以攻啊 但是守不到的时候 你你攻人家一个 你输人家两个 结果怕我这么多钱去请 买一个门将 买一个中 中卫 你完全就解决问题了 就像像像现在尼克 嗯 他就是 可是尼克 他沿用的是固有的阵容啊 因为他们在影员上面啊 嗯 除了这个 呃 他们自由球员啊 他们签回来 就是Nolans Noel 其他的球员基本上都是 除了他们 比较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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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他们自己选回来的那个 Mitchell Robinson 嗯 这个赛季 还有 RJ Barrett 啊 爆销了 嗯 啊 反而是 RJ Barrett也是其中一个 啊 上个 上个赛季是打得不太好 不过这个赛季 这个赛季进步很多 对 进步很多 反而是因为 因为 球员 整个球队的关注力 其实他的讨论度是有下降的 嗯 我觉得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了 就是说 呃 这一支尼克 看起来现在是很很合理 嗯 也不知道他老板会不会 开始就觉得哎 我们这个赛季又打进了 开始又乱乱来 现在他们的 呃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转变啊 嗯 其实大家都 如果有看都看得出来 就就是他们的防守 因为 Tom 呃 对不对 他来了之后 他改变 那个球队的防守 提升球队防守的强度 你说现在 那个尼克的防守啊 嗯 这个赛季 防守效率是108.1 嗯 是在联盟排第四啊 嗯 虽然他们进攻是排在中下段啊 嗯 但是他们的防守 是排在顶级的那边的 嗯 那你有一个 让人意外啊 对 就是因为 其实也你说意外也不意外 因为 Tilbert Doe他的 他就是用以防守著称的嘛 嗯 他就是他去的每一支球队防守 肯定好了 嗯 所以你说你有一个稳健的防守 你就有那个 增胜的本钱 嗯 而且他去哪里 Derek Rose就会跟去哪里 哎 真的是 一对 痴气的 Touch Gib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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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他的爱将 在公牛 在 在 那个 Wolfs T-Wolfs 对 也是他的爱将 对 其实也是好事 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说 体系嘛 体系 对 他有这两个 他需要有执行者 这两个Veteran 我们说这两个老将 嗯 可能是重返 这个总决赛 对 对 呃 有几个球员要点名一下 呃 像法国的这个空位 呃 呃 什么Nitale Kena 还有这个Kavin Knox 啊 嗯 哎这几个球员本来是欲为他们比较 呃 看好的 像这个赛季就 反而这个赛季就 不看 好像不受重用了 呃 我觉得会被交易走啦 嗯 像Kavin Knox 这个是欲为第二下一个Kavin Durant的 你现在都 呃 没什么 然后这个 呃 Franc Nitutlina是 法国在 后Parker时代的这个 他 他的位置好像是就应该已经给那个Quickly 对 取代了 呃 Quickly人如其名啦 真的是很Quick一下 哈哈哈 他他主 应该现在目前的 这个 呃 他们的空位的名单里面 Derek Rose 这个爱将不用讲 嗯 平常军都会有 呃 13分啊 大概 对 26分钟的上场的时间 然后那个 啊 Quickly 呃 也是主要的替补啦 那另外Alfred Payton 嗯 这一个 呃 没有外线的 嗯 不过打球的这个球伤很好 嗯 啊 他也就是 放下屠刀 把他当出那个 这个亮丽的髮型剃掉 哈哈哈 整个人轻盈很多 哈哈哈 不然那个之前那个头发就是很累赘 我觉得 哈哈哈 那个烧到球头会进攻犯规 哈哈哈 这个我们知道的出名啦 之前在魔术有打过大三元伸手的 嗯 嗯 这个看起来就会是 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球员啊 除此之外哦 老实说啊 呃 尼克的这种过去这种豪门 呃 一字千一字千金的这种那种作风啊 你现在看这个 哈盟的另外一个 so far的这个小前锋是 Regid Bullock Regid Bullock 其实像刚才你 我说啊 除了他们那两个就是Randal和 和RJ Barrett之外 其实他们 就是那种角色球员哦 像呃 Noel 嗯 像Regid Bullock 嗯 还有那个Alec Burks 对 这几个还有再加上Derek Rose 还有那个刚才你提到的 那个Quickly 还有那个Alfred 呃 Payton 嗯 这些球员 其实他们都很好的扮演了 扮演了 他们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螺丝钉哦 对 就你有两个呃 关键的球员 嗯 然后你有这些配角 像Noel 他的呃 Block Shot 应该是2.2.2次吧 呃 应该是排在 是2 对对对 2.2 应该是排在是联盟的前 前段的 对 嗯 如果呃 这个Michel Robinson没有受伤 嗯 赛季报销的话 他也是以防守着成的一位 对 不过他 他是护框 他是护框型的 然后另外他 呃 上个Season 其实也看到在 混乱的这个 纽约尼克里面 他其实是被重点栽培的 嗯 对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新秀经典选的 叫Obitopin 啊 那个有潜质 对有潜质 但他的那个外线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不到三成 嗯 他的三分 就有待提升啦 但是他的潜能是在那边的 这个Obitopin 他就是会是呃 真的是 迪宝都喜欢的那种大中大前锋 就是避斩油 然后薄微快 嗯 呃 然后呃 你不需要有三分投射能力 不过你的防守站位要很好 对 啊 你你你觉得在东部 因为目前现在纽约是排在东部第五嘛 嗯 那照这样打 第四还是第五啊 啊 呃 截至我们录节目是排在 呃 第五名 哦 掉下一位了 因为之前他 对对 第四 第四名 他之前九连 九连胜被太阳正好被太阳打断 啊 对 嗯 另外 呃 这个我们之前赛季出有点名的这个老鹰 老鹰最近是打鞋 自从那个 炒掉教练之后 炒掉教练之后 然后regio rando跟 罗威利云互换之后打出一波八点声 那现在两个 他跟纽约是 呃 同样同样胜率 然后排在 呃 第五 纽约排在第四 其实如果你们 我们我们看那个排排名哦 那个刑事榜哦 嗯 其实蛮意外的 Boston掉到去第六 这么这么差的 呃 因为我们基础一直说觉得 老鹰很烂 嗯 但是没想到你看现在战绩 其实Boston比 比老鹰还差 嗯 呃 他们他们是 的确是有 内线的问题啦 因为第一个 如果要谈小弟的话 可能要开另外一集 我觉得还是他的总经理 对 Danny Angie 自己 不得他已经 没有人卖了 没有人缘了 基本上好康的 大家都不会想要留给他 哈哈哈 明白 对吧 所以搞不好Boston真的是要炒掉他 换另外一个总管才有机会 很多像哈登这种啊 火箭也是不鸟他 嗯 完全不理他 就是市场上面的大鱼 基本上没有几对要 跟Boston 不要不要跟他玩 而且一些球员 像比如说像 Anthony Davis 不是他的爸爸有讲过一句话吗 就他打死都不会给他孩子去Celtics 看看他们如何对Isaac Thomas就知道了 所以他 我觉得掉下来主要是内线的 内线缺球员的 不过先讲回来 你怎么看纽约尼克这个赛季 纽约尼克我觉得 如果你看现在他们在 东部这样打他如果可以打到去前 前段啊 就是他有主场优势的话 嗯 他们确实是有机会去进到 的第二圈的 嗯 但你进到第二圈 你可能遇到的那些大鱼 嗯 就那些 那那个什么公路啊 76人啊 嗯 拦网这些 如果他是上班户的话 他应该就会遇到 排名第二了 就是76人 嗯 就这些他们就比较难打 就不好打 而且有时候 我们我们说 像Tibetal他的风格嘛 嗯 他就是调度比较保守 嗯 对对 九人轮化的那种 你那种 会超死 你看Julius Flando 他的 场军上阵 时间好像是联盟最高 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呃 呃这边看看下那个数据啊 不过这个也的确是 呃 Rundle的风格啊 他当初就是这样用 废掉Rose的嘛 对啊 就是就是他他可以把一个那种在处在低谷的球队 嗯 带起来 嗯 就是把他重整就是去到可以进入季后赛可以到上中上段 嗯 但是你说要带领球队去冲冠军的那种他可能又不具备这个这个能 因为有时候他的那种铁血的风格 嗯 就是保守的风格 很多时候到最后就是跟球队跟球员 出现摩擦 或者怎样就是球员又开始不相信他 打到最后伤的不是对手啊 其实是自己啊 这些球员炒劳过度 哎 数据找到了 Julius Flando现在场军 上场是37.5 对啊 是最最高嘛 嗯啊 场军就全队最高啦 对啊 那我们全人们应该也是有刀牌啊 嗯 所以你这样就是 除了之前剑刹登更跌了 场军40几分钟啊 哈哈哈 对我就 季后赛报销拜拜 就是就是球员因为现在现在我们说 因为这个 而且这个赛季的赛程更密集 对而且你缺乏 那个很好的preseason 嗯 所以你变成如果你一直这样 让球员这么操劳的话 可能你到季后赛的时候你就是撑不住了嘛 嗯 对不对 就是所以有时候他用人 方面也是一个因素 嗯 所以他能走多远 就我们就走着敲了 嗯 下个赛季呢 你觉得 因为下个赛季 呃 纽约尼克有很大把的薪资空间 至少保守估计有4000万 其实如果他们这个赛季打出那种表现啊 就是你给人家看到哎 纽约回来了 就是 这个大这个这个大城市所谓的呃 篮球的卖家嘛 嗯 圣地嘛 那个Madison Square Garden 嗯 嗯那边就是篮球的胜地 嗯 如果你说打出一些 给人家看到希望的话 嗯 那你这个大市场 其实还是有球星 愿意来的 嗯 讲到这个就要稍微提一下 因为根据啊国外的一个网站啊 他就有讲到说嗯 接下来有5名可能会呃 纽约 可以target的这个5名球星 第一名就是公牛的Zack Lavin 曾经的光蓝王 那第二名就是 是奥尔尔良 球哥 皮乎球哥 嗯 啊球大哥 然后 第三名是 Bradley Bill 啊 这个下个赛季是 顶炮奔着大合同去的 哈哈 JJ Reddick就 呃 刚刚转会到这个小牛了 嗯 嗯 那最近小牛拉出一波连胜呢 他在替补贡献很重要的火力 啊 然后最后一名是 这个 Norman Powell Norman Powell Norman Powell这个是 加盟进Portland之后 他是全队厂军切入最多的球员 仅次于这个Demian Norman Powell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球员 他之前在那个暴龙的时候 在Raptors的时候已经表现不错嘛 嗯 我儿子都认得他 哈哈 你儿子喜欢他啊 不是喜欢他 他认得他 因为有一次我们看 呃 比赛就是看到 刚好他很准嘛 那个Norman Powell那一场他很准 嗯 我儿子就说 那个二十他在 打二十四号的时候 二十四号吗 对 那个二十四号有打吗 嗯 哈哈哈哈 每次看到暴龙 他就问我二十四号有打吗 嗯 哎如果这几名球员 真的是有两三个真的是加入 我们就讲 最名声最响亮的那一位啦 就Bradley Bale 如果加盟 这个尼克的话 嗯 哇火力足够有啊 火力 火力肯定有 那是不是 呃 崛起之路就不远了 也很难说 其实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你球队 能不能崛起或者球员 能适不适合这个体系 嗯 其实我们很难去去预防 因为有时候 嗯 你不不一定是一加一等于二 嗯 或者是一加一 可以发挥大于二的那个 因为有时候球员的性格 嗯 去到一个新环境 嗯 他可能会 可能对新环境不满 对教练不满 对队友不满 嗯 或者很多因素造成他们就是格格不入 这样的就是到最后 看上去好像很强 但是结果嗯 嗯 没那回事嗯 嗯 Lonzo Ball Lonzo Ball肯定不会有意见的 他爸爸会有意见的 哈哈哈 我看起来现在 哎 也你刚正讲的话 我也点出到 其实尼克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球队 到底谁是老大 因为美国NBA的球队就有这种文化 嗯 球球队里面一定要有个核心 那现在看起来是 呃 Randal Randal 算是球队的一个咯 顶梁支柱啊 嗯 因为他现在表现就是 可以撑起整支球队嘛 嗯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说精神方面的那个 领袖的话 可能我觉得像 Derek Rose 嗯 像Touch Gibson这种老大哥 嗯 尤其是Rose啊 嗯 因为他 经历过很多 嗯 我们都说有故事的男人 就是经历过很多创伤的 对 你看他的经历过断脚啊 断断膝盖 膝盖韧带断裂 他是拿住D星 然后 嗯 继续有签名球鞋的一位球员 对 你 史上最年轻的MVP 然后 被寄予厚望 嗯 但是到最后是人 大家都不要的 而且 我相信大家都有个错觉 他是比 Steven Curry还年轻一岁 嗯 他今天才33哦 你别以为他很老啊 他其实油箱里面 如果有油的话 搞不好 还可以打多几年了 对 就是 他就经历过很多 他就他知道这条路怎样走 就是不好走 他在那种 他可以给一些年轻球员很多鼓励 我觉得因为他个人的经历 他经历过很多东西 所以他可以做这些年轻球员的老大哥 就是教他们 置业 什么是专业的球员 你应该怎样做 你要打 你要成为这种在在这个NBA这个联盟 嗯 你要成为顶级球星 或者说你要占据一席之地 你不要被淘汰出去 你就应该要怎样做 嗯 我觉得 这种精神领袖 对这些这个年 这些年轻的球员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不然的话 你没有一个 这种精神领袖带着你们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 很乱 嗯 一种传承啊 对 一种传承 对 而最后要补充一个 写个小故事啊 Rando是 呃 知道LeBron James加入胡人之后 他主动跟管理层说 就把我交易出去吧 因为他知道已经没有未来 嗯 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 呃 加入到这个醍醐的时候 其实他的要价也不高 一年才1800万 嗯 嗯 那个时候如果胡人 强制要把他留下来的话 不是没有能力的 是 精致空间 只是说 他为了 呃 自己的生涯 嗯 希望说他 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是有一颗 当老大的心啊 好不容易等到KB Kobi退休了 结果秋队我找一颗 我永远没有办法出头 他去了 醍醐那时候又打 呃 这个 Anthony Davies的下手 嗯 不容易真的 这一轮 就在尼克 真的当了一番老大 就是遇到 遇到会用他的教练 就是像现在 呃 这个赛季算是他的呃 呃 就是一番的的变化 其实看到蛮多了 因为赛季出其实也是有 有消息传出来 是尼克想要把他当交易筹吗 因为球员 其实我我一直都说球员自己的 那个决心的那个上进心很重要 你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赛季的 Randal 他在很多地方都有提升 比如说三分球 嗯 对 你说去去年上个赛季 或者说之前的那些赛季 他的三分火力都是 普普通通 就是水准以下 嗯 但是这个赛季很明显 他的三分出手增加了 命中率也提升了 对 所以这这些就是有你有用心去 去增加你自己的那个skill set的一些东西 你不会满足于只是在进去里面 或者是说投中距离 那你战术需要 比如说你要达到更好的高度 你去提升自己的呃 技能 报一下数据啊 他本赛季三分是41.8 嗯 夸张了这个 这个是已经是射手的 而且对啊射手机要了 然后他的罚球是八成八 八十点五 嗯 啊这个他的罚球过去一关都是六七成了 啊 然后 呃 两分球的命中率47.8 完全是在顶级水平 对啊 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Randal 祝福他啦在纽约尼克 因为 大家都知道啊 或许有些人不知道 我是胡人熊鱼啊 嗯 当初我们掉落到重建的这个子路 Randal是我嘛 看好的一个 一个后期之序 我很可惜他没办法 继续留在洛杉矶 我也祝福他 嗯 OK 好 哎今天聊的时间有一点长 呃 听到最后的朋友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 呃 继续呃 追踪我们的频道 就是 我们的节目都会 上载到我们的这个官方面子书 还有各大的这个Podcast的平台 甚至在YouTube 你要看视频版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Channel 另外有一个 小小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我们全体会推出我们的手机APP版 嗯 啊 就是在 希望可以在下个月中 呃 面试 那呃 推出这个APP其实最主要的 呃 用意就是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 掌握更及时的资讯 那呃 除了羽球之外 我们也关注篮球跟呃 就是本地篮球 跟还有我们继续会有这些这种 Podcast 或者是影音的这个节目推出 就是这些这些呃 Podcast 啊 或者video 全部都是在 都会在 手机APP里面可以看到 啊 就是给大家有个更方便啊 就不需要点来点去 嗯 啊 呃 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另外 推出APP的同时 我们也会邀请更多商家 赞助一些 产品 让大家来抽奖 来赢取 OK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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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